經管會主委彭主委 進行業務報告 立法院財委會業務報告 這回來備詢的是新面孔 心情怎麼樣 昨天有覺得很緊張嗎 不會 不會 但心情大概早已經準備好了 這是平常心 對自己的立院處女秀 才上任第三天的 經管會主委彭金龍 雖然說是平常心 不過他可是有備而來 質詢前就花了二十多分鐘 做詳盡的業務報告 你第一次來 所以就是讓你講多一點 裁委會一般都是簡單 然後直接就進入狀況 備詢初體驗 立委們質詢也是先禮後兵 你被視為整個立營執政以來 對金融業最友善的一個主委 外界對你的看法 你認為正不正確 我想不同的位置 所擔負的責任不同 我們會扮演好 我經管會主委的角色 總統賴清德11點發表演說的時候 提到兩岸互不隸屬 這一句話一出啊 整個台股歡黑 猶如坐大怒神 傳出政府出面來互盤 到底有沒有互盤 我們面對股市的漲跌 其實我們態度主要是制度的健全 對這個漲跌我們尊重市場 台股有沒有受到賴總統就職演說 兩岸互不隸屬的話影響 彭金融強調這只是短期 中長期來說對台股基本面依舊有信心 不過綠營立委也再三提醒 新上任的他面對中國 香港的經濟不穩定 投資得要小心再小心 中國現在經濟狀況非常的糟糕 他甚至有可能是有硬著陸的風險 會不會使得這些損失會延燒回來台灣 造成台灣的金融危機 是 我想這個問題 儘管會過去一向很關注 今年65歲的彭金融 過去曾擔任過財政部科學 專員和秘書 後來則在時間大學 證據大學商學院任教 對金融界不算陌生 甚至因為口才好 幽默和反應快的性格 曾被昔日長官 曾行中院長陳崇 稱為點子王 如今換了身份 如何帶領金融會 外界拭目以待